Yes,九珍珍夜晚场,Let's play 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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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着车都却明明有着不回 反常回去也不过一个人睡 忽然觉得竟然有时间浪费 每一天都像陀落一样的水 却发现还在原地转不可悲 流出醉若会不会显得狼狈 这一刻感觉到风吹 这轻松有多多久 怎么多年对于不对 拳头悬了 吞了 修夸了 所有的自卑 我只想在此刻大声的say no 痛痛快快放纵了自己say no 哪怕用一身伤口 换这一刻的放手 屁肯达 一副一避病 疲倦擎在胸口 躺下来感觉自己像石头 没有什么 能保留 那里才凡是 一个出口 给我片刻的自由 这像深散夜晚看起来多美 却不断有谁的理想在破碎 让你享受让你觉得心好累 万人是不是人情有的安慰 快乐像尖准故事里的调味 谁都逃不掉这满身土臭味 这一刻感觉到风吹 这惊悚有多么久违 这么多年对与不对 全都剩了吞了修化了所有的自卑 我只想在此刻大声的say no 统统快快放纵了自己say no 哪怕用一身伤口 换着一颗的防守 似乎一笔疹泉吸在胸口 藏下来感觉自己像石头 没有什么能保留 哪里才会是一个出口 给我片刻的自由 我只想在此刻大声的say no 统统快快放纵了自己say no 哪怕用一身伤口 换着一颗的防守 日复一日披着泪积在胸口 走下来感觉自己像石头 没有什么能保留 哪里才会是一个出口 给我片刻的自由 全都剩下来感觉自己像石头 全都剩下来感觉自己像石头 这是韩庞的say no yes 933 大明星跳到 说到心疼呢 昨天呢我就在那个网路上 我们的那个官方Facebook上面呢 就看到有个歌迷问候韩庚 然后呢 因为韩庚刚刚一说他自己现在很瘦嘛 对不对 然后歌迷就问一问你说 有没有照顾自己的胃啊 有没有饿着自己啊 饿啊 其实医生一直都让我说 能在小时多餐一些 因为我的胃病已经差不多有五年了 OK 差不多五年 因为就是以前没有养成说 还是吃饭呢 抱饮抱食啊 这样一个习惯 也出来这个胃病 所以现在他说我的胃是讲长条的 有点下垂 所以长期训练 然后饮食不定的关系 对有时候我训练的时候 就是训练完了 就点了餐 大家一起吃吃完 马上就排练 OK 所以在一蹦的时候 他食物就来回化 而且吃得很赶 很赶 没有办法消化 对 所以我的胃口味已经睁开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胃 胃的上面一点点就会痛 哇天 这样很多歌迷会很心疼啊 对啊 难怪那歌迷特别提出 要我一定要跟韩庚说 这样好好照顾他的胃 这样我明白原因了 是 除了这位歌迷呢 其实也有歌迷 SMS到72346了 像6780说 韩庚你的声音 在空中出现的时候呢 让他很兴奋 然后他呢 要跟你随行了 他要跟你跟到天涯海角 你的手一起飞 然后呢 还有这位是 Perlin 还有韦怡 他们呢 就想要叫你一声 韩庚欧巴 为什么是欧巴 我就看欧巴写的 欧巴是不是 不是uncle的意思吗 是吗 是哥哥吧 是哥哥的意思 眼睛有点 太过了 又不是那个韩国人 你是不是给人家叫过uncle 所以你心里不平衡 是 小孩子都叫我uncle 没有人会叫韩庚uncle的 有啊 真有 有一次我干嘛 我忘了 但他那个一个母亲 连个喊了 快谢谢叔叔 我到时候 我怎么会叫我叔叔 那你的心情怎么样 你有受伤吗 还好 我直接看到妈妈 我说阿姨 你就让他叫我哥 就是 对对对 可能他也不希望 你知道他阿姨吧 所以他要报复 这个好 这个好 所以其实静静的韩庚 一说话呢 一针见血 刺中人了 其实 没错没错 但是我觉得其实韩庚 也有很多深情的一遍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 有看到 有三首歌曲的MV 其实是有个故事性的 对 王者 遇火重生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性 跟概念 对不对 要不说一下 这三首歌曲 三首歌 一共三首歌是 一个是 飞鸽火 一个Cino 还有一个就是 撑伞 撑伞 那这个三个MV呢 是连在一块 是一个电影式的一个MV 他讲的就是说 是从一个 在我们台上 很风光 很炫的舞台的一个艺人 从中要想找到一个 想要找到自己的一个自由 那到最后呢 得到自由 也有友情 也有爱情 这等等之后呢 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做起了最平凡 最平淡的生活 OK 就没想到会遇见了 那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自己就去了 OK 我要先讲 刚才Cino 我们播的那首歌 也觉得MV嘛 那里面呢 就有一开始 是很多的媒体 拿着相机猛拍 很高 然后受不了了 我觉得就有点反应 他之前 一直受媒体关注的时候 然后一直 狗仔队啦 然后入侵到 他自己的私人的领域 私人的生活里面的 那个写照 然后到后面呢 就看到他很 很口望自由 他找一个出口 要出去 现在的你还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吗 其实毕竟嘛 你是 这是你的工作 还是要工作 还是要工作 因为我这还是喜欢这一个行业 我也希望说 把这个工作能做好 OK 那 那这个MV表述说 不是说 我的 现在的工作 让我找到一个出口 让我去找到一个自由 我希望说 在互相的一个 理解上 互相的尊重上 互相的配合上 能找到我们 互相的出口 找到我们互相的一个尊重 OK 那这个相互的出口 我看到MV里面是 刚好有一个女性 走入你的生活里面了 那 自由也包括 谈恋爱吗 呃 谈恋爱 其实我没有把这个 没有想到这个 这个方面 只是说在那个MV里面 会加了一些人物啊 就会加了一些 故事性的东西 会简单的讲 所以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 可能五年内 韩庚的 呃 所有的集中力 都是百分百放在你的试验上 哦 肯定会放走到试验上 试验是放走第一位 除了家里 但就是试验 哇 说得非常的认真 你看我在听他的那个 说了家里 就是试验 哇 而且你知道 现在我们播的这种 撑伞吗 这个歌曲 然后 是MV的第三部曲 然后后面那个Ending 我们可以讲吗 是要让大家自己去看MV 我觉得大家也看过了 因为那个Ending非常的悲惨 因为我看的时候想说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因为他过得很开心 他回到了家乡 然后跟到 跟亲朋好友 大家住在一起 然后过着非常 很甜静的生活 然后以为一切都会非常的浪漫 刚才其实韩哥已经提到了 是不是 会怎么样 其实有点 其实大家靠 你有负责构思这些东西 对不对 会有加一些想法 会有加一些想法 但大部分的大哥 全是我那个MV导演来做 那整个像撑伞这个MV呢 我觉得刚开始就是平平淡淡 就是忽然你看到之后呢 忽然大家觉得 怎么会这样的结果 怎么会这样 觉得很好的一个想法 对 反正很好看 就是你看了之后 你会一直在想 一直不断地在重复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会一直在那边 占据着你的思绪就对了 但我拍到最后的一段 因为我看到自己 躺在地上的时候 我就流眼泪嘛 反正那个时候呢 就是在拍的时候呢 大家去放那个音乐呀 其实我 我也那时候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哗 一看到自己 想到自己躺在那 因为放那音乐 就流一下眼泪 那时候你的感触是什么 你的 我的感触是觉得 我要消失了 真的是进入那个戏 然后MV的画面是 他就慢慢慢慢消失了 对 因为那个故事呢 一开场他就 骑脚踏车嘛 然后就被 被车 撞 撞 OK 然后撞了 他就起来哦 他就骂了那个司机 哎 不小心开车 什么的 然后整个心情是很开心的 就即使被撞啊 他也是没有破口大骂 然后一骑小车 就走了 然后你回到家的时候呢 就看到很多邻居 跟亲朋好友都围着 一团白布 很温暖的一个 因为一团白布 一团白布 然后我自己当下 我看的时候 我以为是他的亲人 怎么样过世了 嗯嗯嗯 殊不知他掀开 那个摆布的时候 哦 就是那个 那回马枪就在这边 对啊 所以我们都说完了 大家可以去看 可是我觉得 对 我觉得大家已经看过 对 但是歌迷朋友看了 应该这就是他们的噩梦 不要不要 不要发生这件事情 对对对 OK我们继续的 等一下东哥也许 在夜晚场呢 要跟韩哥继续聊